话语时机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早上好 在每主是话语的时候 现实的时候 今天是1月11日 星期三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读 来自克雷斯 欧亚克罗姆牧师的每日领袖 话语的时机 大家都准备好聆听今天的信息吗 题目是 彰显义的果子 我们的主题经文来自于 菲利比书第一章第十一节 并靠着耶稣基督 结满了义的果子 叫荣耀和赞美归于神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耶稣说 所以要凭着他们的果子 你们就认识他们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节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生命 你就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 一棵橘子树只能结出橘子果子 因此 我们的主题经文是在让我们知道 如果你是公义的 你就会有公义的果子 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 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众所周知 树的美丽就在于他的枝子 成为耶稣基督的枝子 意味着你带着神儿子的荣美 Hallelujah 你是葡萄树上结果子的部分 你结出公义的果子 这就是你生命的意义所在 他公义的彰显 你已经作为一棵公义的树被建立了 来结出义的果子和行为 意味着从你生命所出的一切 你的言语和行为 带来对神的赞美和荣耀 依赛亚树第六十一章第三节 称我们为公义树 是万君之主所栽种的 叫他可以被荣耀 神的荣耀和卓越通过你来彰显 世上的人应该看到你 并识别出这圣灵的卓越和高贵 当耶稣使瞎眼地看见 耳聋的听见 瘸腿的行走 使死人复活 为饱饥饿的人 安慰受苦的人 说出神圣的话语 去鼓励和祝福人们时 他是在彰显义的果子 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 荣耀归于他的名 直到永远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宣告吧 我是公义的 我发望如棕树 生长如篱笆嫩的香白树 我栽种在主的家中 在我们神的缘中发望 我结出义的果子和行为 我的生命是神荣耀和恩典的见证 他的荣美通过我彰显出来 这是我在基督里的基业 哈利路亚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到以下参考经文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 菲利比书第一章九至十一节 NIV 真言第十一章第三十节 ESV 哈利路亚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领袖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七千多种语言 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 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sia at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Hallelujah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和圣力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